大家好,我是蓝了 今天跟大家聊天 我这个一说话吧,就口无遮拦 又夸夸夸的 抱家庭隐私了 哎呀,我一跟我们家老张 闹点别扭,我一发到网上 还真有人替老张打抱不平 骂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说我欺负人 那我就不说了 我就,我说别人的事吧 有人就说了,我妈也听你说家里的事 你还听我们两口打架是吗 我今天啊,特别用心的看了一段视频 其实挺有教育意义的 而且那些主持人啊 那些旁边的那些,包括土垒啊什么的 像这样的主持人啊,都嘴挺厉害的 而且人嘛,都是心明眼亮 就特别知道好坏 也会特会做人的工作 我今天看的是什么呀 就是说,前几年吧 就是大家生活还可以 就是疫情之前嘛 所以很多人呢,都买房啊 买车呀,甚至买好几套房 那会儿挣得多呀 还得上贷款呀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风气 是吧,女人在一起 你看我现在啊,就是很久我都不去参加聚会啊什么的了 因为我跟他们没话说 凑在一块吧,就比 就攀比 珠宝啊,衣服呀,或者什么什么的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反正就也没什么话说 就在旁边也不说话 说哪了扯远了 就说呢,前几年生活好 那疫情以后呢,钱不好挣了吗 就很多人呢,生活质量就下来了 所以有的女人啊,就不满了 就对男人不满了 所以男人的压力就很大 你经常看到有的啊 就男人就扛不住了呀 那天我看一个视频 就跳楼啊,岁数不大 他儿子就在旁边喊 爸爸,爸爸,你不要跳,不要跳 后来他爸看见那个 那儿子就没跳 消防员等着他,他就不想活了吗 你肯定是 是吧,又得养孩子,交学费 还房贷,还工作也是吧 就挺累,挺难的 有的男的呢,就在单位工作压力大 那女的回家呢,就希望他拿回更多的钱 拿不回钱呢,就甩脸子 所以呢,这男人呢 就在外边跟人聊 聊聊聊,一来二去的 大半夜里边还跟人聊 然后就被这女的发现了 发现以后就问,你跟谁聊呢 这男的还骗他 说跟同事 就是我们工作上 有工作关系,还是个男的头像 这女的觉得不对呀 老大半夜的一聊 有的时候偷偷看 还什么懵懵搭吧 吃了吗,别冻着,睡了吗 亲爱的吧,什么的 这女的说,你跟男的还亲爱的 还懵懵搭,就不可能是男的呀 回来就上这电视台来了 人家心理专家一下就说 你这肯定不是男的,就是个女的 哎,结果呢,那女的还真来了 来到这第二现场了,戴一大墨镜 啊,说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主持人说,那你上这干嘛来了 徒雷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我就是想说,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俩都没见过面,就是聊的来 就是聊了天 我呢,也没什么朋友 哎,这个哥哥,我就把他当哥哥 他能给我带来温暖 这哥哥说了,我这个爱人特强势 我跟他在一块吧,我觉得舒服 我们俩也没什么事都没有 呵,主持人,这团开,开丝 我在旁边看这特解气 人家就说这女孩 说人家有家庭,是吧 不管人家有家庭,有女朋友 你扮演了什么角色呀 你想跟人干嘛呀,有发展吗 你干嘛在见不得光的地儿,在阴暗面啊 是不是,你连眼镜都不敢摘呀 是吧,你长得又不难看 身材也挺好 你干嘛不去找一个你能聊的来的去聊 你非找一个,你明明知道有女朋友 明明知道他有妻子 你还跟他聊,你图什么呀 是吧,你什么目的呀 然后人家突垒,主持人就说 你甭跟我说男女之间,有这个 有什么什么,有什么那样 除了爱情以外的亲情或者友情 你甭跟我聊这个 哎呦,人家说的是真对 善不打眼的 那个大半夜里跟他聊的那女的 说那行吧,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 这男的也是 说的啊,这女的 她的女朋友嘛,就跟他哭 说啊,我家里那么多阻碍 爱不让我跟你好,我们家条件比你条件好 是吧,那我每天督促你好好的工作 也是为了我们将来 是吧,也是为了我父母放心 别让他们看不起你 我有什么错呀 这男的就说啊,我错了 就道歉,我以后 我把工资全给你 我向你保重,我再不跟任何女人聊了 后来俩人又好了 你看,这是有明白人指点 是吧,你要有不明白的 嗨,这个女的那么强势 离了吧,你就跟这个吧 我跟你说,你跟了这个 反正我看那么多啊 不管是电视上,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 凡是那充当小三的 都没有好下场 真的,都没有好下场 因为这小三吧 他找的这个人 往往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是吧,他今天建议四千 是吧,他今天对你好 他明天又看着一个 又来一小三 所以这种人品不好的人 你甭指望他能够对你自始而终的 那么专一 你看,这 现在吧,就是说好多 就是婚姻当中 不管是因为钱啊 还是因为情啊 还是因为教育 还是因为双方父母啊 总是会有一些磕磕叛叛 或者一地鸡毛的事 但是你甭想着 我们上外面去伸展我们的这个 爱情也好,友情也好 或什么蓝颜知己,红颜知己的 你真的,千万别得不偿失 而且哈 那个 我看那么多哈 我觉得,哎,真是 就起来我就看了一阵 就跟你们聊这么多 没别的可聊 明天再聊,拜拜 点赞,关注哦